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 第八届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布赫同志的遗体 十一号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布赫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5日15时28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91岁 十一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木 哀悦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布赫同志 横幅下方是布赫同志的遗像 布赫同志的遗体 安华在鲜花脆白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十许 习近平 李克强 李克强 张德江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王岐山 张高丽 古锦涛等 在哀悦声中 缓步来到布赫同志的遗体前 三鞠躬 并与布赫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布赫同志并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王岐山 张高丽 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布赫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布赫同志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